记者刘冰全南投报道,南投新一厢知名景点东浦温泉区,除温泉系吸引大批游客,同时也是登玉山的山友顺道已游景点,为从温泉区连外道路起点头95县至温泉区,沿线因山道蜿蜒,路幅小,晚间照明不足,影响行车安全,为此,南投县政府规划投入3600万元, 整顿沿线共4.6公里的道路与设施,判给游客、居民更完善的道路环境 县福表示,东浦连外道路改善案是争取前瞻计划经费,中央经费3000余万元,县福配合款500多万元,总经费达3650万元 由于既有道路路面不平整,部分路段路幅,弯道狭小,加上沿路照明不足,夜间于道路弯角翼有行车风险,因而规划道路改善,以提升观光区的道路品质 道路改善内容除4.6公里路面重铺,整顿人孔盖,道路侧勾轻于加高,设置护栏,以及照明,耗纸结合共干外,沿途也会增设路灯,并在道路弯角增加反光设施,提升夜间行车安全,工程规划若进度顺利,渴望在年底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